青春有你落幕暗暗成团!排名引征夜,李振宁成为黑马。 青春有你带100位练习生历经4个多月的训练比赛,终于在4月6日晚迎来最终出道决赛。 随着出道选手的公布,100位练习生终于为这段青春旅行画上了圆满的结局。当晚的出道舞台,邀请了何炯空将作为主持人,与张艺兴皮迪组成核心组合主持最后的决赛。 另外还邀请了欧练,出道一周年的Nina Person前来为练习生加油鼓励,但是由于蔡徐坤忙着海外公演,并未到场,没有看到九人合体,不少粉丝还是有点失望的,不过当晚的重点还是轻你的出道位,不过最终的九人出道真真的是惹来不少的争议。 C位出道的李问汉,应该是全场最没有悬念和争议的了。 从第一期排名一直都是第一位,虽然有次例外排到了第二,但最后还是如众人所期待的一样,C位高调出道,但是现场不得不说周一轩,亲自拿着李问汉的灯牌来为兄弟加油。 两人真的是一起努力,顶峰相遇。 第二位出道的是李真名,这可真的是爆冷黑马选手啊。 他的是27排名3748622110130702,真的是凭借第一次公演后退舞台的扯领带动作让人家惊艳。 其实实力也还可以,但是之后的舞台变现力没有那么的出众,最后的出道舞台眼神很到位。 直接排到第二位还是挺让人惊讶的,当之无愧的爆冷黑马选手。 第三位,姚明明,七年的经验,数次于出道擦肩而过,是金子总会发光的,一开始也是如同被尘埃蒙住的明珠,30158791033。 展现野心之后排名一路上升,出道是毫无悬念的,但是作为第三名出道还是挺让人意外的。 第四位,管理,第五位,嘉义,第六位,胡春良,这三位一直以来的变现一击,排名都是超级靠前的,出道排名的功不显然有些落后,同时粉丝争议也是比较大的,但是不管怎样,也算是出道了不是吗? 期待之后的他们在舞台上发光发亮。 第七位,夏汉宇,高音王者,一开始是个自闭孩子,总是默默地躲在角落里练习,不与人交流,不爱笑,慢慢地被连怀尾逢俊杰两人影响,开始走出自我,勇敢面对镜头,排名也是稳步上升,出道是无庸置疑的,加油。 第八位,陈又为,这个真的是让人太意外了。 争议在热搜上就没有下来过,怀疑爱奇艺作假,经纪人在公布排名之后须就黑脸离席,就连斯文传媒都在微博发文调侃游戏文艺,回家拍好戏。 网友纷纷之一,一直占据前三这次直接调到第八,不难让人怀疑作假呀。挺心疼陈又为小哥哥的。 第九位,何长熙,前期也是个小透明,后期通过超强的舞台变现粒粒,眼神等不断释放魅力,成功地获取关注,排名一路高升,另外不得不提,黄明浩朱正廷竟然和何长熙是好朋友,节目结束后还在后台拥抱聊天。 以上就是安安组合的九位成员,下面我们来说说一看落选的几位吧。 第十位,连怀伟,舞蹈歌唱艺能等厌务能力超强,在节目是气氛担当,经常帮助队员练歌练舞,非常暖心。 但是可能是个人练习生,没有公司的宣传加持,倒数第二次排名直接调到十二位,似乎是个预警,果不其然,最后卡石一汉落选。 像极了当年的补凡,真的很让人心疼。 在节目结束之后,张一星天儿安慰莲怀伟,小哥哥继续加油啊。 青春有你的排名是认真的妈孙兼妥操亲你排名,这些热搜真的是从粉丝网友的角度狠狠地质疑了爱奇艺青春有你,最后的出道排名。 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,能留到最后的二十位小哥哥一定是多才多艺的权能,希望他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能够给我们带来好的作品,一起走花路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